我们宗教学者 看了一贯道的很多道场之后 我们心中会产生一些疑惑 一些什么疑惑呢 就是这是宗教吗 不太像宗教 似乎是宗教又不像 不太像是宗教 好像是这种 这个是像是不像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宗教学的基本定义 现在是西方的一个定义 宗教学这个学科是西方人创立的 我们现在读了硕士读了博士 那么我们基本上是自觉不自觉的 按照西方的宗教概念 来观察和分析一贯道 这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多不相应 它不太一致 那么很多一观道理道场 不如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还有泰国 那么它看上去更像是学校 那么它有宗教的成分 它有终极关怀 它也有点道的仪式 那么这个仪式呢 我认为呢 它主要是给人一个 生命的一个终极的归宿 因为人生有两大问题啊 一个是生 一个是死 那么人呢 用海德格尔的话讲 他要像死而生 只有人知道自己会死 所有的动物都不知道自己要死 那么人知道 所有的人他就根据死这一点 去安排他如何生 叫做像死而生 所以这两个事情 人生的两件大事 那么死的问题 任何宗教 它不可回避 但是呢 在一贯道当中啊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 人死以后的去向 他主要是根据佛教 当然包括道教 给他一个解答 让心灵有所安顿 能够安身立命 但是他的重点 是放到了身上 这个当年孔子说 为之生 焉之死 就是儒家的关怀呢 他并不是不关心死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老去关心死 老去思考 老去为死做准备 这就颠倒了